Renderforce.com 《我就是演员》决赛名单已定,落选者不是输给对手而是输给了赛制。 《我就是演员》这档节目已经进行到了决赛阶段,每位导师都有三位成员晋级成功。 吴秀波战队,刘欢,张军宁,宋毅,张子怡战队,涂松颜,韩雪,李兰迪,徐征战队,任素希,王阳,李倩。 我们为紧急的演员欢呼,也为没能紧急的演员感到惋惜。 有很多我们认为演技很好的优秀演员明明可以进入决赛,可偏偏在出赛就被刷了下来。 北北个人认为,落选演员并不是输给了对手,而是输给了这个节目的赛制。 以下几点是北北认为这个赛制不合理的地方,不喜悟喷。 1. 非组赛制模糊,演员手剧本限制太大。 非组赛制的不公平性就表现在弱弱一组,强强一组,这样的组合太多,导致很多演员的演技明明还有带磨练,却因为碰上个更弱的对手得以晋级。 而有的演员明明演技已经很棒了,因为碰到了更强的对手,反而惨遭淘汰。 王小辰与韩雪的对战中,两人强强联合,把轻一片段表演的出神入化,本来以王小辰表现进入决赛完全没有问题,可惜碰上了一秒落泪,背景强大的韩雪。 进入决赛无望。 举一个比较浅显的道理吧,身高选拔比赛,一个身高170的选手和一个160的选手比,170入选肯定没问题。 另一组175的选手和180的选手比,175被淘汰。 可是175的明明比160和170的高,却因为碰到的对手不同,而失败,想想也是可惜了。 在徐娇与胡仙旭的对战中,两个一脸是嫩的小孩子却要去挑战一部感情戏,在这场表演中没有演技好坏,只有满屏尴尬。 本来在走上坡路并在很多电视剧中有出色表现的胡仙旭灿刀淘汰,这是演技不好吗?只不过是被剧本拖了后退吧。 宋阳与杜春的对战中,两人的表现都不错,可是宋阳不只是剧本原因,还有导师指导的原因,对剧本及表演出现了理解错误被淘汰。 当北北看到复活名单里没有宋阳时真的十分震惊啊,难道刘天池不应该为宋阳争取复活机会吗? 2、导师组的选人需求并求向演员说明。 在导师组选择自己剩下的晋级名额时,有演员先选择想加入的战队,然后再由导师反选。 选择吴秀波战队的只有三名女演员,而吴秀波战队只差两个名额,三选二,入选水高达67%。 而选择张子依的演员明显比较多,八选三,入选率低至38%。 更有一点北北不理解的是,张子依剩下的三个名额统统选了男演员,也就是说想进张子依站队的三名女演员纯粹就是炮灰。 为什么不提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,要让三位女演员陪跑呢? 三,导师的个人系号占比太重。 我们都知道张子依特别喜欢李兰迪,多次在台上夸奖她。 也许李兰迪真的很优秀,她表演的《机灵十三拆》也确实十分出色,但是单拿奋斗中的表演来说实在是差强人意,不差,但要说多好也并没有。 在复活自己成员时,连李兰迪自己都表示没有表现好,是最不值得复活的一个。 可张子依还是选择了复活李兰迪。 在一个以演技来比赛,以每一场表演的表现来晋级的比赛中,张子依确实有时公平。 四,张国立的暴灯权,为了节目的录制,不得不做出的妥协。 北北一直都认为张国立老师的宝灯权就是为了平衡各战队的人数,而事实也是这样证明的。 在最后一位复活名额的选择中,李倩一出场就是拿着麦克风的,很多观众一眼就看了出来,就是节目的黑幕,早就已经内守了李倩晋级。 李倩在那场表演里确实很优秀,但是一出场就拿着麦克风也实在是太显眼了吧。 而国立老师也确实选择了复活李倩,北北的人认为即使不是李倩,必然也是徐征战队的其他人,因为张子依和吴秀波战队都是三名成员,而徐征战队由于任素希的缺赛还差一人,为了接下来的比赛和节目的录制,必然要不上这个缺口,那么李倩就成了最好的人选。 综上所述,北北认为很多优秀的演员一出场就落选,落败,并不是输给了对手,也不是输在演技,而仅仅是输在了这个节目的赛制上,你赞同吗?